为了变美找一美 最后只剩一脸后悔 我平时我什么钱都不得舍不得花 一直到老了老了 做这种对不起人 对不起我丈夫的事 网友分享沈阳靠海地 烧烤露营药鱼贼惬意 这些记者实地探访 现场均是这样 爱他就送他个貌美如花的棒棒糖 来 看看现场手工制作 车前盖里藏着金条铭条 还有吗 这个带着露了 带着露了 是这个东西吗 家当连着保险箱一锅端 下手挺重 还是七点半 还是北方频道 还是大海车线 还是我老三和您准点开了 演播室里还有个爱搭词的大洋 春风又吹两岸绿 春江水暖压仙级 春风拂面杨柳风 不是 春风得意 马蹄急 这诗一首诗吗 主词造句呢 我跟大伙一样 想好好感受一下春天 我看现在网上吧 有个网红打卡地不错 那号称哥沈阳就能看见海呀 沈阳 看海 大洋你是想家了吧 大伙都知道你们家是大连的 你是产生幻觉了是吗 咋老不信我呢 那网上说的 那地儿又能烧烤露营 又能玩沙子 这是沈阳你们根本不知道的神仙地方 来到这个位置就像来到了海边 可以享受到吹海灯玩沙子的快乐 到这里的路段全是心胸的快速干道 从长白过来也就二十多分钟 有一段小的土路 钓鱼 巨铲 露营 散步 浪漫 溜娃 溜猛丑 或者在这儿直接躺平 享受周末时光 钓鱼 露营 散步 听着就很惬意 网友口中所说的 沈阳看海网红打卡地 真的有那么好吗 那我们现在呢 就跟着网友的指引出发去看看 先找航备混合二十六级 当你开到大地路上 这时候你是从中往西走的 开不远注意了 这有个牌子 记住那个牌子是这样子的 现在看见网友所说的 这个混合二十六级 七百米的牌子了 我们现在继续往前开 过了这个牌子 再往前开个两三百米 有个路口 在这个路口掉头 从这个路牌 下面这个土道 一直往前走 看见河边之后呢 就能看见大伙所说的 那个沈阳看海的 网红打卡地 但是呢 我来到这个土道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土道的入口 被这样一个特别大的土堆 给挡上了 入口这个位置呢 现在是车辆 是没办法进行通行的 这个好像前天他们还过 你这又新土吗 这新瓦 我朋友怎么总来玩 就是河边那种 有碳 有喝酒啥的 河边 它打开脏不清 野养了树养了那儿 从土道入口下来 沿着土道走两千多米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大伙口中 所说的这个沈阳看海网红打卡地 那现场呢 还有市民到这儿来钓鱼 礼拜六 礼拜天时候人多点 像平时时候人少 感觉是挺好的 沈阳一个喧闹城市 对吧 要假期或者周六周日 过来一家人或者亲戚朋友 伙伴上玩一玩挺好 现在有不少都人造的 人工的环境不一样 像我们这些就喜欢天眼那种 天眼那种风景 或者是潭地什么的 好像回归大自然嘛 吹着河风 踩着沙漠 确实有一种在海边散步的感觉 但是仔细一看呢 可以发现 在沙漠上面 全是这样大大小小的垃圾 像是这些酒瓶子 还有烤串留下来的签子 还有塑料袋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生活垃圾 与漂亮的河景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肯定是他们吃完事喝完事的 就直接冷着就不管了呗 这块楼没人管呢 随便和和 不像是说的 像公园啊 有时收拾卫生啊 或者自己也自觉点 如果数字高一点都会 消费完了把垃圾袋一起带走 这是应该好一点 但是有些人 好像也没有约束 那冷就冷 就没人整理 那时间长了 那好像你环境被这么乌雅的话 慢慢也变成就不好 很多看到网上视频的市民呢 都带着露营工具 来着露营 结果来了之后呢 纷纷失望而归 玩的呀 啊 咋的了 这是尘土飞扬 垃圾满场 就给你吹的啊 浑身上下 哎呦 埋得咕啦 哎呦 那水 黑的糊辣的 还有点臭味 说不好 真的 饿死我了 咋没办法 我停到远的 去都去了 只能说让孩子个喝把 扒拉扒拉水呀 挖一挖那个泥 才短短几天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们到底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还是大自然的毁灭者 看看吧 这都你们的功劳 让这么美的地方 变成了垃圾场 来过这的市民呢 也都纷纷吐槽 有人说呀 这是对海有什么误解吗 还有人说 全是土 一吹风呢 一嘴沙子 还有人说呢 这个地方也就适合烧烤 一点也不浪漫 其实我觉得呢 最开始发视频 跟大伙分享 这个地方的人的出众呢 也是想跟大伙介绍 一个好玩的地方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落成垃圾 这样不文明的现象 玩可以 但是最基本的 保护环境 爱护自然 这样的意识不能丢 本来还合计去看看 就下好了 本来以为是看海去了 结果 这是尘土飞扬 垃圾满场 也不能说大伙都被忽悠了吧 但是这个地方确实被 祸祸得太不像样了 你来玩一通 你不把垃圾带走 咋就那么心安理得呢 都谁去那玩的 谁扔垃圾没带走的 我劝你回去收拾收拾去 别干这丢人的事 要说现在这个网红产品挺多的 想成为网红产品 首先一点就得是好看 挂栗上的花瓶 中看未必中用 反正也不能这么说 你看吃的东西色香味俱全 这色排在第一位 有那种棒棒糖 你看五颜六色的 五彩缤分的 大伙都见过吧 拿着就带劲 看着就有舔一口的冲动 挺老贵的 那做一个费不少劲的呀 这样的糖果 这样的棒棒糖 可以说拿在女士手里 象征爱情 拿在孩子手里 象征着荣耀 总之买了它 是既填了嘴又填了心 各位家人 您要是看过了 它手工加工的过程 还会爱它吗 来吧 展示 水中先加入白色粉末 现在咬的是压缩糖浆 随后拿出秘质配方 磨了 把黄 蓝 粉 白 颜色调出来 粘成的糖浆放凉后 调制颜色 小小一滴食用色素 可以将一大片糖浆 全部上色 逐渐凝固之后 被成块的糖浆 按颜色彩剪揉搓 让每一滴糖浆均匀上色 有点像平时包饺子一样 把软糖搓成剂子 码放也是技术活 由短到长 经过小火 小手拉伸 彩色部分被揉成一根 很细的彩条 切块是颗粒糖 卷起来 切 压 加根棍 就是棒棒糖 当然 再加上精美的包装 是不是立刻变得量力非凡 这是一门 与时间赛跑的手艺 但是看完这制作过程 很多人表示 接受不了 科学配方 手工制作 但似乎吃的不是糖 而像是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 手中的棒棒糖瞬间不填了 用来画画不是更好吗 干嘛拿来吃呀 摇着头看完了 啊 这玩意这么复杂呢 看完之后 觉得这糖制作不易 也挺美丽 就是没有食欲 这应该属于玩具 那不是吃的玩意儿 小时候还真吃过那种 就是切成颗粒的糖 看完 现在后悔了 这一比较 还是感觉这老祖宗 传下来的造糖好吃 虽然模样不艳丽 但是实在纯粹香啊 哎 三哥 真的 这沈阳饭店能糖食了 一会儿咱俩出去 吃点好吃的呗 一看呢 你就没啥经验 你下饭店先别着急 馋呢 馋你也得停两天呢 你不得等大伙吃一吃 把那冰箱里之前 剩的肉啊啥玩意儿呢 这打滋打滋的 你是真能算计 你都算计到这一步了你 吃不穷穿不穷 算计不到就受穷 别着急 好饭不怕晚 你想好吃啥 到时候哥请你 吃啥都行 就是不想吃外卖了 我这急性的 我等着闹心呢 那你以为那外卖小哥 就光给你送饭呢 人家说不定正在奋力救人呢 我可不能放了 就这样在家带着回家 前几天下午一点多 在大连某小区的一栋居民楼下 不少邻居聚在一起围了一圈 这是出啥事了呀 哇 这这这 孩子怎么跑二楼窗边 阳台上坐着呢 左腿还悬在窗外边 这也太危险了 就幸亏那外面有个晾衣服的那个杆 挡着 要不然脑子掉下去了 那个动作已经就是来回往复了好几遍了 楼下那人上不去呀 高级 小男孩两岁多 正是逃到没边的时候 当天是孩子奶奶一个人看着 下楼收了一趟床单 回去却发现房门被翻锁了 孩子还爬上了阳台 危急时刻 几位邻居和路过的外面小哥及时出手 在楼下扯起床单随时准备接住孩子 其中一名外面小哥顺着一楼的防脑窗 迅速爬了上去 将男孩推回了屋里 回家回家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参与救人的两位外面小哥 听见这块有个很大的一个小孩哭声 哭脑声 我从那抬头一看 就这块二楼这块 有个小孩已经在那个窗台那块 马上要掉下来了 然后这时候也很焦急嘛 附近居民大家都赶过来了 然后有人就拿了那个床单 大家就在这块摊开 摊开嘛 怕那个小孩掉下来 就算掉下来的话 也有一个缓冲作用 然后那时候我心想 如果床单弄不住的话 我们可以应手接住 其中一位外面小哥 小金以前当过兵 没想到当年练球的一身本领 在这儿派上了用场 正好这块有个防盗网 本身我就是当过兵嘛 有硬的爬爬经验 我就抓住防盗网 感觉一下承证能力 我感觉没有问题 然后我顺顺就 从这个防盗网 向上爬爬到二楼 下面呢还有 两个好些人呢 帮我助力了 推了我一下 越喊越猛 我已经上去之后 他还往中爬呢 然后我用手呢 把他推到里边 小金把男孩推进了屋子里 又借助下水管 爬进了小男孩家 打开了封锁的房门 我把门打开之后呢 把孩子交到他奶奶手里 这奶奶挺激痛的 他说感谢你怎么样 就有人耽误了时间 外面小哥二话没说 赶紧接着送餐 小张把拍摄的现场视频 发到了网上 引来了不少网友的点赞 外面小哥是流落民间的侠客 不要因为送餐完了给差评 也许他们在救人呢 先锋起手的称号 并给予奖金合计一万元 两名外面小哥 所谓的配送站 奖励给每人一千五百元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有爱心的人 都会伸出眼珠之手 在不定时代 有时候碰到有困难的了 我们也会伸手帮一把 飞檐走壁是身怀绝技 所以说咱们饿得狼蛙的时候 确实很容易激眼 但是你不能说 不分青红皂白 就凑着外面小哥发脾气 对不对 人家这是有正事 你说你拿好意思还给差评呢 节目看得很精彩 这一轮红包又来到 各位家人 准备好手机 打开微信扫一扫 瞄准屏幕的右下角 出马你就扫 88红包等您来抢 出大事了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就能为新会员 准备了最高 88元现金红包 从现在起 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就扫这个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就能抢现金红包 热线会员型 红包抢不停 最高 88元 怎么才能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就扫这个二维码 看着红包可制点 出了二维码 按住识别 授权登录 加入会员 就能抢个包 微信支付里 就能插到 如何 红包真到账了 没发挥好 怎么还能抢 多大点事啊 我给你开小段 你可听好了 特简单 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还是扫这个二维码 进入抢红包页面 点击右侧转发按钮 出来个大海收集的海报 按住识别 转发给亲朋好友 他们加入会员 你还能抢现金红包 别揍手 就扫这个码 这把行 这把抢得多 转发越多 抢红包机会越多 讲词满满的 就等您来抢 来来来 加入会员 还能新闻爆料 法律咨询 美国热线会购 9块钱买所有 热线会员大于好 真是消化 没烦恼 这好事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为了变美找一枚 最后只剩一脸后悔 我平时 我什么钱都不都舍不得花 一直到老了老了 做这种 对不起人 对不起我照顾的是 车前盖里 藏着金条名条 还有毛 带着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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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些东西吗 家当连着保险箱一锅端 下手挺重 黑害人在酒吧喝酒的时候 向徐某透露了家中有保险箱 黑皮回家 在外补神 在家补神 东方的智慧 惠人圣宝片 二十二位重要 一次好 不如次次好 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家补神 圣宝片 黑皮回家 在外补神 在家补神 要自己好 要我好 他也好 东方的智慧 惠人圣宝片 二十二位重要 福正故本 一次好 不如次次好 幸福 文文的 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家补神 圣宝片 构建文明乡村 创造美好生活 一风一俗 树立文明相风 我包吃饱了吗 吃饱了 我吃得这么多 娘姐姐 你好 你好 我要一个大包包 烟草 伤害心脏 美西 医子烟 都在伤害着你和家人 现在就戒烟 人生啊 就像一场变脸 喜 不 轮番上演 可这一大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请用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对着输筋建腰丸 望周白云山陈礼记 尿贫 尿不禁 叶鸟多 可能是前列腺出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 50岁以上男性 前列腺增生发病率 已超过50% 已成为中国男性的男人之隐 前列康 携手人民康泰 成大方圆 国大药房 与辽宁北方频道 共同发起 守护前线行动 邀您一起关爱男性 关注前列腺健康 前列康 一个月一疗程 前列康 前列康 …… 我一哥们就说了 说今天那月亮老圆了 我说它不可能是圆的 这还跟我僵呢 不是大伙说说啊 你说这也不是十五也不是十六的 那月亮能圆吗 不是我我这我不是沈阳本地人 我叫不准呢 我跟你说 你也是必要啊 我跟你说 什么事你就得脑子多和解 要不它真上套 我这我不是沈阳本地人 一人乃名门望族之后 如今全病毒不得出门 只能于手机度日 今日正当百无聊赖之计 你好 我是市疾控中心刘道员 你是张聪明吗 是啊 流调信息显示吧 你七日内路过这个时尚街 与感染者余某属于时空交集者 现在我们这个防疫情况非常严峻 你必须进行居家监测 十四天之内你不许离家 不用惊慌 还没对你集中隔离呢 如果说你在这期间吧 你身体出现任何情况 请立即和我们联系 我们将对你进行集中隔离 没听说有人确诊呢 现在这信息属于保密状态 所以你不知道 现在你需要配合防疫要求 居家监测十四天 那我明白了 我会配合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将对你这个身份信息进行核实 是否居住在这个梦幻小区 A栋302 电话为138 是 是我电话 好了啊 现在这个住址核实完毕了 一会儿吧 你会收到这个添写信息的链接 一定要正常如实添写 否则你将承担法律责任 嗯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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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查证后再拨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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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查证后再拨打的号码 你就记住了 骗子骗人跟形势跟得才紧的 他们的研发和创新的精神 那比我都强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最后他指定得让你掏钱 要不他和你扯啥 所以说你别管谁来的电话 设计问你密码 发你手机 下载点什么玩意的 银行卡是不是 拿钱就这些玩意 你就说他你不用 设计到这个你就别办 这家人啥的顶大钱 也就是借俩钱 那也得通上电话 才对上暗号 才能办呢 三哥 你到这个点吧 我就饿得慌 三哥你把你那个大力丸 你快给我给我俩来 你是不是虎 什么玩意大力丸 人家那叫黑芝麻丸 这是好吃有营养的正经玩意 你别说这玩意真香 那还有弯呢 这年头你说谁不吃点好的 你别看各种平台 各大网红 就不少人都推荐那黑芝麻丸 但是要想吃到正宗的 还得看咱们热线记者的调查解密 说到黑芝麻呢 大伙是不是都能想起来 咱小时候妈妈给咱冲的一碗浓浓的黑芝麻糊做早餐吃 那种香甜的味道我现在脑子里都还记着呢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是都比较懒懒的吃早餐 虽然早饭不吃咱们的阴阳得跟得上啊 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 就是黑芝麻丸 大伙别看这个黑芝麻丸小小的一个 但它的这个黑芝麻的含量呢 其实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里边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就是蜂蜜 很多女孩是不是现在怕胖的特别注意控糖 不爱吃那种带浙糖的小零食 那这个呢就特别健康 但平时呢拿两个揣在兜里 上班路上就直接给吃了 特别方便 芝麻粉黑白虽然都挺香 用处大不同 白芝麻通常都用来拌菜点缀或者榨油 要说丁烙还得黑芝麻 我们的原材料黑芝麻产于河南筑马店 是中国品质最好的芝麻之一 有芝麻王之称 名不虚传的芝麻王皮薄醇香 口味绝对没得说 但要想做成磕磕上奖的黑芝麻丸 还差点火候少点步骤 在搭配一定比例的黑米 黑豆 核桃仁 桑胜 黄金 黑枣 龙家土豆蜜 营养更加丰富 口感更加香落 醇厚绵长 久蒸久晒都听过吧 这可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古法记忆 这些记者也是好顿打听 才找到至今仍用这招的厂家 您要是不想踩雷 学会这几招 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健康的 那就要低糖控油 我们看到很多黑芝麻丸呢 可能这个配料表里会添加一些蔗糖 那我手里这一个呢 就看到了它加的是蜂蜜 那就格外的健康 第二点咱们就要注意这个真材实料的问题 黑芝麻丸 黑芝麻丸 必须要黑芝麻的含量高 咱们直接打开一个 看一下 我这样打开就能看到 这个黑芝麻呢 含量应该是很高的 因为里边全都是满满的 这个黑芝麻打碎之后的这个颗粒 很多很多 而且闻起来真的特别香 一闻就是黑芝麻含量特别的高 咱们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就能看到 这里边第一名就是黑芝麻 后面呢还有黑豆 黑米 核桃仁 桑生 黄金 黑枣 都是对人体有益的好东西 而且呢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什么色素啊防腐剂都是没有的 就是吃起来特别的健康 用料也很良心 那第三点呢 咱们就得看看这个黑芝麻丸 它的这个制作工艺怎么样 很多老铁在这个黑芝麻丸流行了之后 自己在它开始研究上了 怎么做这黑芝麻丸 但其实要让这个营养吸收的更好呢 得是古法工艺 久蒸久晒 很多人在家是做不了这么细致的工艺的 所以说呢 咱们就选这种大工厂做出来的工艺 特别考究的 这样呢这个黑芝麻的营养才更好吸收 世人都知芝麻好 可惜烦人生吃了啊 这是药王孙思淼说的 这久蒸久晒 这样千年古法制作的黑芝麻丸 就是为了更易于人体的吸收 每天整两颗 美味又健康 这款黑芝麻丸经过久蒸久晒之后 这含有量就没那么大了 吃了也不会长胖 再说了 这里面除了上等的黑芝麻 还有黑米 黑豆 核桃仁 桑肾等等 营养更丰富 口感更香糯 老少皆宜 芝麻养生是个饱 久蒸久晒少不了 剥开包装就能嚼 香甜可口 味道好 你跟我搁这对诗呢 上班组 学生组 还有电视机前的老伙伴们 赶紧拿出手机 撒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大海热线 微信公众账号 正宗黑芝麻丸 正在惠民秒杀中 北方嗨购 产地直发 包邮到家 来看今天的八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不吓不吓人 再慢点 后面的消防车就派上用车 这可能是离辞职最近的一次 祖师爷的饭都喂到嘴边的 如果条件允许 人家没一口奶粉钱 都能靠自己账 哎 这个煤团的活跃忘了给拿筷子 我们在酒店里边 典仓有一个可以选择 环保的那个 我们就没选 我们以为他会筷子经理给带 来了之后就没有筷子 我们也跟双家联系了 离得挺远的 也没麻烦让人家再来给送一趟 我们也跟前台打电话了 酒店里也没有一次性的筷子 就只有筷子跟四肚子了 我们在原来干工具呢 一天都没吃饭了 所以说能用的事 我们能吃到饭就可以了 我那个拿鸭刷 到最后也选择了数字 他那个太滑了 不好用 干饭人 干饭魂 只要带嘴 啥都影响不了干饭 为了变美找一枚 最后只剩一脸后悔 我平时 我什么钱都不都舍不得花 一直到老了 老了 从这种 对不起人家 对不起我照顾的是 车钱盖里藏着金条名条 还有吗 带着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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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些东西吗 家当连着保险箱一锅端 下手挺重 被害人在酒吧喝酒的时候 向徐某透露了家中有保险箱 HAPPY 回家 在外补身 在家补身 要自己好 要我好 他也好 东方的智慧 惠人圣宝片 二十二位重要 福障固本 一次好 不如次次好 幸福 稳稳的 家好 才是真的好 在家补肾 肾宝片 尿贫 尿不禁 夜尿多 可能是前列腺处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 五十岁以上男性 前列腺增生发病率 已超过百分之五十 已成为中国男性的男人之隐 前列康 携手人民康泰 成大方圆 国大药房 与辽宁北方频道 共同发起 守护前线行动 邀您一起关爱男性 关注前列腺健康 前列康 一个月 医疗程 前列康 HAPPY 回家 在外补肾 在家补肾 东方的智慧 惠人圣宝片 二十二位重要 一次好 不如次次好 家好 才是真的好 在家补肾 圣宝片 你好 四分钟内 正确及时的心肺复苏操作 将为患者定格保护的抢救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风一俗 树立文明相风 过去抢个竞鞋 打住 您不要叫我大眼 请叫我更红男孩 我得骂谁给你取这名 你是练那个剑字操了 be 是不是 没见你瘦啊 我别提了 练了一天 我这胯骨肘的 搏这个哎的 脚薄的 那没有不疼呢 沈阳有一群老铁 就不喜欢跳操 人家喜欢跳台 为您服务 我是小木 那么我现在呢 是来到了位于 沈阳市和平区的 沈水湾公园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段视频 视频当中呢 是好几位大爷 就在这个公园的 其中一个观景台上 排队跳水 就爱好游泳 爱好这玩意 爱好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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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钻链成体的 一种方式 那不行 那这不是跳水地方 那这有危险的 华是游我也敢跳 我就是来游泳 您是来游泳 我来游泳 但我不跳水 这个跳水还是挺危险 那么现在呢 在我身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视频当中 大爷们跳水的这个平台 从我现在这个位置看去呢 这个平台跳水的位置 距离水面高度呢 大概能有将近三米的位置 那么现在呢 也是有很多的大爷 已经跳下了水中 我看咱是刚跳完 你知道吗 刚跳 你就穿 就穿着不暖 你不冷啊 不冷 这时候咋冷 冬天都不冷 这时候冷 那么在视频当中呢 是有的大爷 身上是挂着红色的手段 而且大爷们呢 都是穿着着非常专业的 游泳装备 那么大概呢 就是从我左手边的这个 脚的这个位置 跳入了水中 并且顺着我左手的这个方向 一直游游游游游游 然后游回到我身后的这个岸边 当然开心的 肯定是开心 多开身体吧 会不会有点什么危险 没有 一般情况是没有 咱们是水性好还是怎么样 会游游就没啥事 没啥问题 就是那个跳水吧 就是说 你要是不经常跳的吧 也有危险 知道不 但是他们要在这儿跳的话 这岸就危险就更大了 那他们为什么会要到这儿跳呢 它这岸一个是刺激 一个就是说 它可能有一定跳水基础了 那么在这儿呢 还是要提醒大伙 在现在这个时期呢 咱们这个浑河上游 仍没有开闸放水 而下游呢仍在泄水 所以说现在浑河当中的这个水 到底有多深谁也不清楚 而且再加上这个水底的这个情况 本身它就比较复杂 会有很多的这个淤泥 以及碎石的存在 所以说呢 甭管你有多汇水 在这么一个高的 大概三米高的这样一个台子 跳下去 都非常有可能发生危险 所以说呢 还是建议大伙 不要在这么高的台子上 进行这种跳水的行为 一定不要逞强 而且一定要保证好 自己的自身安全 这家伙大伙跳得真开心呢 是挺开心 但也挺危险 咱们热线记者特地咨询了 沈阳市和平区城市管理局 浑河禁止野狱 这是明文规定 可没说谁有特例 也没规定说哪些人行 你况且咋分辨 你是不是协会成员呢 所以说提醒各位家人 锻炼身体别冒险 保护安全最关键 你看平时吧 咱们都说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特别是女生 那更是 恨不得自己永远18岁 女人就要对自己下手狠一点 下面咱们要说的 这位陈大姐60岁了 可能有人说 那你咋叫大姐 应该叫大姨呀 我为什么管她叫大姐 是因为她真舍得 为了追求美 都不仅下手了 那这是下血本啊 我平时我什么钱 都不都舍不得花 一直到老了老了 做这种对不起人 对不起我丈夫的事 我真的死的心都有 63岁的陈大姐 对着信头气不成声 短短10个月的时间 她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一共540多万元 去年6月份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那对老年人 免费美容 把地址都给我发过来了 因为刚才是我先远 她说那个陈姐不远 来吧 我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然后我就去了 陈大姐三年前 在网上搜到一家 医疗美容机构 并且在那里 做了脸部埋线手术 前一阵 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 又主动联系陈大姐 邀请她参加免费美容项目 到那之后呢 我围着好几个人 然后特别热情地招待 汽茶倒水 感觉特别温暖 确实给我做了免费的项目 但是呢 做完免费项目 都快结束的时候 然后那主任说 你这个中面母老化 得给做提升 完了我说 我就来做免费的 剩下我就不做了 我说我花40块钱呢 我都得跟我老公做 美容院的人格外热情 轮算劝说之下 陈大姐开始动摇了 后来她说 哎哟 你一个女人啊 你连这点钱你都做不了主 说我们一打工的都比你强 都好底个卡 我们都做美容 那你拿信用卡交吧 说你要不做这个提升 你就很快 你就老得不行了 到晚上后来我也想 反正就做这一次嘛 那就做了吧 10万左右 陈大姐本想着就做这一次 可是万万没想到 之后自己就想着了魔 越陷越深 不仅尝试了 大部分脸部医美项目 同时还尝试做其他的护理 不是为了挣你的钱 是为了你的身体 老这么说 主任说知道你没钱 我给你垫上 别老觉得你现在花钱多 你冤了 说将来人家都70岁了 你还40岁 人家活80岁 你活100多 到那时候你就觉得 你这钱花得值了 就这样 陈大姐被这家人 做了374项目 一共花费了540多万 金额最大的 一天就花了70多万 啥护理70万呢 返老还童啊 从南京到北京 买的没有卖的经 陈大姐这是被他们的 花烟桥鱼给迷惑了 一个劲地往外掏钱 这500多万 是陈大姐家的全部积蓄 其中还包括大姐夫的救命钱 那家底都掏空了 家里人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过去是每个月 都要对一下家里 或者收支的情况 对一下这个账 我说咱们好长时间没有对了 咱们是不是该对对账了 我就觉得他气氛 情绪就都不对了 说咱们家没钱了 我做美容了 连本带利全没了 我当时就像那个 晴天霹雳的一样 一下我这人就都垮了 陈大姐的家人觉得 虽然这是一家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 但是做的项目 花的费用都不清不楚 这让他们难以接受 你看这是我老伴 在他做美容之前的照片 那时候挺好看的 我真觉得他没必要去做这个美容 他现在做完了以后 我倒觉得好像不是那么自然 他们让老伴买的这个盘品 没有包装写的都是英语 也没有什么说明 也没有什么使用的注意事项 各个方面这些东西也都没有 我现在就说能把爱人治病这钱 能要回来 我就说救我爱人命的 陈大姐家人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并且多次找到医院负责人 协商退款 我们承担成本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算不出来 你这里边到底哪些是高利的 哪些是违法收费的 这是十分之一 五十万我们付 经过我们医疗部门鉴定后 确认为我们这个患者 是由于在你那做的这个治疗 对身体产生的这个损害 那么你还是要负责的 您母亲确实是实实在在的 在我们这里做了这些项目 我要我母亲的病例 这个病例现在确实是没有的 刚刚我也跟那个大股东打了个电话 就按您的意思来办这个事情 那时候您再配合我们签一个和解协议 那是没有问题的 大姐说原本对方已经同意退款 但到了签署协议的日子 却玩起了失踪 电话也不接了 随后借着跟着陈大姐一起 来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我要出力一下 我在楼上的 我们刚才上来的时候录着呢 开始记录着 你们人说他在呢 你先联系一下 联系他接吗 我们刚才上来的时候 你明宫下来的时候 告诉我们他在呢 我们上来的时候没看见他出去 我这录着呢 我刚才都录着呢 没关系 现场工作人员说 负责人就在楼上 可记者逐个房间寻找 却没有发现负责人的身影 咱如果没有预约的话 咱们先退 会影响咱们的经历 我非常影响 也不接电话 我们来找 需要有一个态度 有个回复的 给予你们沟通的机会 但咱们不沟通 你当着我们家看 就给予他们的建议 后来又多长时间来 也不接 给他们工作人员打 工作人员也不接 现在老人和家属 要求医疗机构 退还一份费用 是完全合理的 那么我们在医疗消费的时候 要注意几个问题 根据卫生部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首先 这个医疗美容机构 要有医疗机构 职业许可证 第二 这个主诊医师啊 要有医师的职业资格 第三呢 这个美容的项目啊 一定要在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不能随便编一个项目 就收费 第四呢 这个项目呢 应该是明码标价 第五呢 这个项目 在实施的时候 一定要取得病人 或者监护人的 知情同意 有相关的签证 那么第六呢 相关的这个病例 要完整 第七呢 它还要有发票 那么医疗机构 在提供美容服务的时候 一定要满足这些要求 现在老人和家属 可以要求医疗机构 根据这些要求来核实 他的行为 是否都符合法律的规定 花钱贼热情 要钱就失踪 既然是正规机构 就应该正面解决问题 虽然说 医疗美容服务的价格 是市场调节的 但是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 什么项目啊 一天七十万呢 那咋的 没钱还限制咱们想象力了 有钱没钱都得保持清醒 但凡遇见免费这俩字 一定得谨慎 不要钱的东西 它有时候要命 车前盖里藏着金条名表 还有吗 还有吗 这个这个带人买了没了 带人买了没了 带人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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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些东西吗 家当连着保险箱一锅端 下手挺重 这些人在酒吧喝酒的时候 向徐某透露了 家中有保险箱 北方嗨购 本周推荐黑芝麻碗 经过酒蒸酒晒 四十多道工序 传承千年的工艺 口感更香糯 营养更丰富 扫描二维码 或者微信搜索 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我包吃饱了吗 吃饱了 吃太子不多 你好 我要一根打包包 烟草伤害心脏 美西医屌烟 都在伤害着你和家人 现在就戒烟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那衣服拿出来准备穿的时候 一掏兜 我的天哪 兜里边八十块钱现金 这把我高兴的是的 有人说那不你自个钱吗 是我自个的 但是我一直我没看见他呀 我拿到这八十的时候 突然感觉 哎呀 这样是我捡的是的 但是今天接下来咱们要说这事 比我这 我跟他相比根本不算啥 人家从前机器盖子里边掏出现金来了 哪个是你的东西 哪个是你偷的东西 这个啊 还有吗 不是这个带人哪个东西 带人露了 带人露了 是这些东西吗 这些东西哪来的 这些拿的 这哪拿的 藏东西挺有创意 车前盖子里藏个编织袋 编织袋里现金金条和名表 我辖区一名男子 拨打110报警呈 其家中保险箱被盗 保险箱内有八十余万现金 两块重五百克的金条 还有五块名表 被害人说 他当晚回家后 发现家里的客厅窗户都被打开了 主人卧室里的保险箱不见了 看来挺了解自己家 就知道这保险箱里有全部家当 目标明确呀 经过一夜的追踪发现 嫌疑人通过翻窗入室的方式 进入了被害人的家中 并且用这个手推车 将被害人家中的保险箱盗走 当天凌晨 一名穿着保安服的可疑男子 用手推车推着一个保险箱 从被害人所住的单元走了出来 一路运出了小区 可疑的人员和车辆 我们逐一排查 锁定了两名穿保安服的犯罪嫌疑人 以及这两个人驾驶的一辆白色本田轿车 放在车后备箱里 然后开到一家酒吧 在酒吧停留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两个人又驾车 向我们开发区大鱼沟水库的方向来行驶 行驶过后又返回了酒吧 一个人驾驶白色本田轿车 一个人驾驶一辆白色的丰田霸道车 两个人分开逃离 根据协议车辆的信息 我们民警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为林某和曲某 当天中午12点左右 警察就在犯罪嫌疑人曲某家中 把曲某给抓到了 半个小时之后又将林某抓获 到案之后根据这两个人交代 他们是开发区一家酒吧的工作人员 被害人在酒吧喝酒的时候 向曲某透露了家中有保险箱 而且保险箱内有大量财物 这个事实 曲某将这个事也告诉了林某 两个人打听到被害人家中的 具体位置之后 准备好了破窗的工具 手推车以及保安符 密谋实施盗窃 待被害人不在家时 两人采取行动 得手之后两个人返回酒吧 打开保险箱 平分了箱内财物 然后将作案工具 连通保险箱扔进了水库 随后两个人各自返回家中 两人从犯案到被抓只有11个小时 因为破案及时 警方成功为被害人挽回180多万元的损失 民警对两个人的车辆和住处进行了搜查 找到了包括80余万现金 两根金条 五块名表在内的全部账款赃物 现两人已被我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现在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就告诉我 说有肉你得埋在饭里吃 我一看这大哥这是漏腹了 让人惦记了 要从这点上说 我不是有肉埋在饭里吃 我是我把米粒我都埋到饭里吃 老话不说吗 说穿得破吃得好 出门就带电子表 但是人家老话还说了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这点关系咱们今天先聊到这 明天晚上还是7点半 还是北方频道 咱们大海热线 接着浪